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题 他这一题给你一张图 然后要问说 在一大气压下 如果我把它改成开口式的压力计 那两管的水平面高度差 应该是多少mm 好 这种问题呢 我首先都会先去找一条水平线 因为在那条水平线上 的压力会相同 所以呢 这条水平线就是我黄色画的这条 好啦 来 黄色这条上面 左手边 这个管子只有气体 所以这边的话就只有 气体的压力 所以我就写px 那右手边呢 因为上面是真空 所以没有任何的气体可以造成压力 所以他就只有这一段 这一段水银 所造成的压力 所以我就写pxg 好 那线上的压力会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条关系是px 气体的压力 会等于pxg 这个拱柱的压力 那这个拱柱刚好是200mm 所以他的压力就是 200毫米拱柱 好 这第一个我们知道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他需要把 这一个闭口式压力计打开 变成开口式 那如果变成开口式的话 这边就会多了一个大气 连通的大气压力 所以这边就会多一个压力 叫做p 大气压 好 那因此 这一个水银面 就会开始有变动 就不会是原来的200毫米拱柱了 所以呢 我们就假设这个水银面后来 比右边高x 好了 好 比右边高s毫米 s毫米 好 那这样的话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关系式写下来 这关系式就会改成 左手边一样还是这个气体 p gas 然后右手边就会是 拱柱的高度 也就是x 再加上大气压力 好 那我们把 数值 以这数值带进去 我们上 这边可以得到说 一开始那个气体是200毫米拱柱 所以这边是200毫米拱柱 然后大气压力 在一大气压 换成毫米拱柱就是760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x x是负值耶 所以它是负的560 意思就是说它会差560毫米 所以答案是a 至于为什么会算出负值呢 负值代表说 我们刚假设是说 右管比左管高x毫米 所以如果你算出来的是负值 代表说 这个水银拱柱会往左边流 因为这边多了大气压力把它压下去 那流流甚至流到 左管比右管还要高了 所以左管比右高也还要高 就会是负的 OK 所以它们不管是左管比右管高 还是右管比左管高 反正它们两管的水银面高度的差 就会是560毫米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a 560 接下来 接下来